好服務業 餐飲業 交通業 颱風天都得照常出勤 這種不可抗力因素 大家真得多多諒解 可是如果角色反過來呢 知名的巧克力品牌Godiva 台北信義百貨分店 員工自己不滿颱風天要上班 加上他們正好推出了一個促銷活動 這個員工竟然就把去買的顧客 都給偷拍拍照拍下來 PO上他自己的Instagram現實動態 那他還寫了一些文字 說怎麼那麼貪小便宜 沒有被颱風吹走 一顆顆濃郁的巧克力 由專人一一點綴裝飾 知名品牌巧克力 創立至今已九十八年 卻在凱米颱風席台期間 花起輿論風暴 台北市信義區百貨的專櫃員工 拍下客人照片PO上網路 還用白色的字寫下 四個貪小便宜的人 怎麼沒有被颱風吹走 還詛咒交通事故 和生命安全等不雅文字掀起熱議 發言真的不太好 可能他也在路上 可能有遇到什麼事情吧 可能風雨太大 其實換個方式說一下 會比較好一點 根據了解 除了颱風天上班之外 當天也剛好有新活動 只要加入社群會員就可以免費獲得價值一百元的兩顆巧克力 也因此吸引顧客上門兌換 才會讓員工發文怒罵 體驗之旅 風雲變色 品牌端也發出聲明 為不當公開言論道歉 表示已對這名員工進行懲處 也請他刪除不當言論 承諾未來將會加強教育訓練 但也有聲浪質疑 品牌端其實能避免事情發生 專家指出 雖然颱風天各地風雨情況不同 但安全第一 建議事實避開敏感時機 再舉辦活動 才不會衍生成另一場風暴 華視新聞曹生州冠宇 台北參謀報導